政府正就版權條例修訂進行最後階段公眾諮詢 務求在11月15日限期之前 能夠找到一個平衡版權業界和網民利益的方案 所以分別在10月31日和11月3日舉辦研討會 版權及二次創作關注聯盟 繼續倡議早前提出的第四方案 現實的情況是通常這些東西沒有 其實它們是不會運錢 它們純粹發布的時候 這些東西是否應該要取得更加高的保護 保護這些東西做一個宣傳 所以第四方並非真是UGC 其實走在商務的時候 暫時我們聯盟是抱一個Fair Deal 加上這個我們想的就是想立 但可以加一個UGC 這個才是第四方 國際唱片業協會代表馮天芝覺得 網民並不了解版權真正的目的 第四方案停留在玩玩下的階段 並無談及未來的利益 無論是一創二創三創都可能只是停留在滿意中 剛才聽說停留在很多是為了發表的問題 甚至於剛才的UGC第四方案 都沒有提及到一個是將來為了創作而找到利益的模式 對於我來說這個是同學所在發表和玩玩下的階段 對於一個版權本身的真正的目的 是想維護個人的言論自由 版權利益好像有哪種反面 但有前立法會議員認為 二次創作並不是單純玩玩下 應該認真地看待 作為一個二次創作人士 我從來沒有玩玩下 不要以為人 我今天聽過不止一次玩玩玩 我只是聽你說幾多次 我自己也聽了三次 所以我忍不住 坦白說全部都是心血來的 都是創作來的 如果我們說是一個真正創作出來的東西 是有思想有經歷有層次和有表達的 不是一個玩玩的東西 只不過是很可能我們是根據一些 可能原本的一些東西去刺激我們去想 然後我們再發揮出來的